在中國縱使新冠疫情已經輕症化了 人民也大多接種疫苗 但北京當局從2019年底疫情開始以來 並沒有動態調整清零政策 而是堅持嚴格實施封控隔離和核酸檢測等等的措施 而這個時候新疆烏魯木齊的一場大火 不僅燒死住宅裡的居民 更燃起長時間來 中國各地民眾對政府封控的不滿和怒氣 成了中國這次白紙革命的開端 11月24號新疆烏魯木齊市吉祥院小區的一處高樓住宅發生火警 火勢之大從15樓往上延燒到17樓 濃煙更端到21樓 而網路上也有許多附近住戶錄下的影片 可以聽到住戶大聲哀嚎求人開門的求救聲十分淒厲 而大火從晚上7點49分左右開始燒 等到10點35分才真正被撲滅 造成十死酒傷的悲劇 那根據官方說法 起火的原因是住戶房間裡的延長線著火 但相關調查工作還在進行當中 不過這個消息一出之後引發中國民眾質疑 有網友就直言為何火勢燒了三個小時才被撲滅 為什麼消防車會進不去小區裡面救火 認為是因為封控措施才造成當下救災不利 但官方的通稿裡面完全沒有解釋這個部分 從接受群眾投稿的推特帳號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的影片畫面還有網路留言來看 發生大火的當下有的住戶沒有辦法逃生 是因為封控政策底下住宅大樓的門都被鎖起來了 人出不去 那另外也有人提到是居民的小客車擋住了消防通道 但由於封控太久 有些車子根本移不動 有些只是因為車主被送到方艙醫院去隔離 新疆吳鲁木齊從今年8月10號就已經開始封控 封控時間超過了100天 在那之後除了當地市民在政府大樓外抗議 中國各地多所高校像是南京傳媒學院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南京林業大學等校園裡 都可以看到學生自發性的聚集 悼念或者藉著藝術性的創作 舉牌張貼標語等各種方式 表達對親臨政策的不滿 上海市民26號也聚集在上海烏鲁木齊中路附近 為在大火中喪生的居民舉行悼念活動 那一開始有人帶著花束過來 有人拿著蠟燭來點燈 為逝者哀悼 場面算是平靜溫和 但隨著人群聚集 也有越來越多警力到現場維持秩序 而當警方拉起封鎖線 質問是誰發起活動 以及開始驅散人群的時候 場面就轉向緊張了 現場先是有一個女生舉起白指抗議 後來越來越多人舉著白指 有人則開始喊口號 不要核酸要自由 但是時間越趨近凌晨 經營之間的緊張就越高 群眾喊出口號也就越來越大膽 共產黨下台 共產黨下台 習近平下台 習近平下台 從此之後不只是上海 北京群眾也在27號聚集在亮馬河畔 並高舉白指訴求言論自由 同時也同樣喊起在北京四通橋掛的布條的口號 被視為是1989六四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抗爭 不要謊言要自言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不做奴才做公民 除了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的罹難者 在這些抗議現場 民眾的演說、呼喊、抗議聲中 都可以聽到 貴州巴士、藍州小孩等等的關鍵詞 那從今年以來 中國各地已經發生很多次 因為封控隔離而導致的災害 像是9月份 貴州一輛隔離巴士 翻覆在高速公路邊坡 造成27人死亡 11月 藍州一名3歲男孩 液氧化碳中毒 也因為封控措施 無法及時就醫而喪命 都是將防疫無限上綱之下 反而釀成悲劇的例子 所以與其說是烏魯木齊大火 引發中國各地串聯的白紙革命 不如說是中國民眾 對各地悲劇一再發生 封控結束遙遙無期產生的反動 而各地抗議被清場之後 中國國務院29號也召開 記者會回應防疫問題 表示封控管理要 快風快解、陰解禁解 減少因為疫情給群眾帶來的不便 同時也會持續整治 所謂層層加碼 對群眾的合理訴求 會及時回應和解決 原本這場記者會被外界解讀 可能是逐漸邁向解封的契機 但記者會後有不少網友 在記者會的直播平台上 就不客氣地表示 政府不要再說一堆執行不了的空話 如果政府還是堅持動態清零 那整場記者會也真的不用看了 傳言間2022年就接近尾聲了 而每到年底 美國權威字典之一 韋伯字典就會公布年度代表字 來回顧當年全球關注的議題 像是2020年選出來的就是 pandemic 瘟疫大流行 那2021年則是 vaccine 疫苗作為年度的代表 也能夠顯示過去兩年 全世界的人的生活跟疫情 有多麼密切相關 那今年2022年的年度代表字是什麼呢 The word of the year for 2022 from Merriam-Webster is gaslighting 不像前兩年的關鍵字 簡單明了 煤氣燈 gaslighting 這個字可能第一時間大家沒有很理解 它指的是操弄認知的行為 這個單字源自於1938年 漢米爾頓的巨作 gaslight 在這個電影當中 一名男子想要讓他的老婆 覺得自己發瘋了 於是在自家閣樓動一些手腳 讓這邊的煤氣燈越來越暗 但是他堅持燈沒有變暗 反而讓他老婆開始懷疑 自己的感知和判斷有沒有出錯 所以後來呢 Gaslighting這個字 在20世紀中 就開始被使用的時候 就是取自電影情節的意思 那它比較正式的定義是 對一個人進行心理操縱 並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導致受害者質疑自己的想法 對現實的認知或記憶的真實性 通常會造成混亂 信心和自尊的喪失 以及情緒精神的不穩定 還有對這個加害者的依賴 Gaslighting has this implication of an intentional deception 當你認知那種的誤會 那種不只是一個正式的謎 我不是在吃的蛋糕 這是一個比較不忍耐的質感 可能是一個計劃 或長期計劃 我認為這句話是真正的出現 特別是在過去年 根據微博字典公布的數據 2022年 Gaslighting的搜尋次數 比前一年還要增加了17.4倍 那微博字典資深編輯索克老師基表示 過去四年這個字被搜尋的次數大幅增加 今年的頻繁程度更是高到每天都有人在查 並不只限於單一議題事件發生的時間 而它會這麼廣泛的被使用或被搜尋 主要跟假消息充斥線上線下的環境 讓人難以辨認真假有關 就像編輯所說的Gaslighting有故意誘導欺騙的意思在裡面 那隨著資訊傳遞 科技也變得更發達的當代 假新聞、身位技術、deepfake等等 為了特定目的而去嚴重誤導他人的行為或做法 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發生 也難怪它就成為今年的年度代表字了 還記得10月初我們報導過的伊朗抗議嗎? 有一名22歲的庫德族女性艾米妮 因為沒有把頭巾帶好 遭到當地的宗教警察逮捕 那之後呢 她就因為不明原因昏迷 並且在三天後死亡 引發全國各地對專制政權的不滿 而這場在9月就席捲全球 抗議伊朗女權的浪潮呢 在伊朗國內並沒有隨著時間而被沖淡 也沒有因為政府的強力鎮壓被噤聲 反而有越來越多伊朗的知名人士 和代表人物公開支持抗議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外甥女 知名的維權人士莫拉德哈尼 25號透過一段影片發聲譴責政府 表示呢 由她的舅舅哈米尼所掌管的伊朗政權 並不忠於任何宗教原則 只在乎擁有武力還有維持權力 那她也請全球各地支持信仰自由的人 與伊朗正在一起告訴各國政府 不要支持這一個殺害孩子的凶殘政權 我們要開始說 讓所有民主黨的安排 對抗議的動作和維持 讓所有民主黨的自治 和民主黨的自治 和民主黨的自治 讓民主黨的自治 莫拉德哈尼的這段影片呢 是透過她在法國的哥哥 穆罕默德25號發布在YouTube上 才公諸於世 穆罕默德表示 莫拉德哈尼23號在接獲法院傳票 前往檢察官辦公室之後呢 就被逮捕了 不過並沒有說明這段影片 是在什麼時候錄下來 還有莫拉德哈尼被捕之後的後續狀況 而不只莫拉德哈尼被當局逮捕 伊朗最知名的足球員之一 前足球國家隊成員加富里 24號也在伊朗境內無預警被抓 罪名包括散佈反政府宣傳 支持抗爭還有破壞國家隊的聲譽 另外還有一名伊朗的饒舌歌手沙勒希 27號也因為支持反政府活動 遭到司法當局指控犯下城市腐敗罪 這個罪名最嚴重是可以判死刑的 根據伊朗人權行動者新聞通訊社的統計 截至26號為止 伊朗為期10週的抗議 已經造成450名抗議人士身亡 其中也包含63名未成年人 當局派出的維安部隊本身也有60人喪命 並且超過18000名抗議人士遭到逮捕拘留 這是我們這裡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香港人的聲音 英格蘭隊的時候賽前場內響起伊朗國歌 伊朗隊球員全體卻是臉色凝重 閉口不唱國歌 以此作為支持國內抗議行動的象徵 而看台上也有伊朗球迷唱起1979年 伊斯蘭革命之前的國歌 還有球迷舉起只有三個顏色 沒有伊斯蘭共和國國徽的國旗 並寫上女人生命自由 來表達抗議的訴求 不過伊朗隊在第二場 對上威爾斯隊的時候 就有開口唱國歌了 讓場邊挺身支持抗議的球迷 有些失望 但是對這些球員來說 他們也在支持或不支持抗議之間陷入兩難 一方面他們想以知名的身份 還有國際的場合 讓更多人知道在伊朗發生的事 另一方面他們也承受了回國之後 可能面臨是否犯法的問題 那伊朗國家隊21號全員沒有唱國歌之後 伊朗知名足球員加福利24號就被捕 就被外界解讀是 伊朗政府隊正在比賽的國家隊球員 所發出的警告 好 以上就是為大家精選的國際新聞 希望幫大家跟上時事 國際之聲 我們下回見 看到這邊大家可能會想說 怎麼是我來撥寶 那Jamie他人呢 其實他上禮拜請病假之後 現在是還沒有完全好啦 所以就暫時沒辦法上鏡頭 可是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下禮拜他就會回來跟大家見面囉 那影片最後要感謝所有付費支持 我們的頻道會員們 尤其是每一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 如果你還不想加入 可是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只有所有通知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今天訂閱 8 gente 即使已經夠了 7個月 頂了 1個月 9個月 然後 1個月 小鈴鐺 都不検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